9月10日上午 在卢定6.8级地震镇中墨西镇的一片开阔地上 两架直升机陆续降落 机舱门打开 满身泥泞 背着绳索铁锹的特警出现了 全场沸腾 一度在地震救援中 失联21小时的24名甘孜公安特警平安归来 他们是此次地震中首批到达孤岛海螺沟景区的救援力量 被外界称为孤岛24勇士 据了解 地震发生后 首批到达镇中的特警有30多人 他们立即兵分几路向海螺沟景区进发 由于唯一的道路损毁严重 冒着余震和落石 他们爬过巨大的塌方体 攀着绳索过河 先后抵达青港平村 共和村 逼近海螺沟景区入口 徐凯士前往海螺沟景区小分队的队长 他说 没抵达一个村子 特警区核查灾情 安抚被困人员情绪 就地展开救援 并向指挥部报告 当成功将216名被困人员转移后 却因天气原因直升机 不再具备飞行条件 他们仅靠卫星电话 与指挥部保持联系 由于余震不断 天气骤变 9月8日中午 卫星电话突然断连 他们与指挥部累计失联了21小时 因为我们就是最后一批撤离的人员 然后当失去这个空讯以后 我们采取了很多直接的一些办法 因为我们所处的三号营地 它是四面环山 而且伴随着这个渔症的情况 很厉害 然后强降雨 夜间的话有雨加雪的这种状态 当时这种状态的下断的话 我们最怕发生的 就是一个落石和泥石流 休息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找了一个相对 相对较为安全的一个地方 然后搭了一个这个讯料棚 生一堆小伙 然后就土豆里面烤一下 三泉水 无论联系得到与否 或者我们进去了之后 能不能出来 这些完全没做考虑 就是第一时间 首次接受的任务必须要完成 特警队员曹立鹏是墨西镇本地人 从警四年 此次他参与了前往海螺沟景区救援的任务 一路上躲过落石 蹚过泥坑 跨过激流 危险随行 但他都不曾畏惧 直到在海螺沟景区三号营地 见到失联的父母时 他忍不住内奔了 渡过滑坡的时候 突然就有大石头 特别大的大石头 从山上滚落下来 然后在我们的头上 撞击了另外一个大石头 砸开 瞬间变成了很多小石头 然后从头皮 身上 从脚边擦肩而过 然后我们迅速找了一个大的石头 当作掩体 迅速保护好自己 然后我本来想说两句话 他我感觉也想说什么 但是我俩什么都没说出来 就抱在一起 哭了一会儿 我就去集合 然后开始下一步的工作 感谢他们 真的是生我养我 一直给予我厚望 与儿子匆匆一别后 曹先生一直焦急万分 当直升机 载着曹立鹏平安回来后 一家人在现场 抱在一起 哭了起来 我们看到 就心得就踏实在身边 全部是红金眼镜的 你出来就睡不觉 也联系不上 我们是 指的骄傲的 指导为人民服务 也是我们的指导 也是他的责任 简单寒序后 曹立鹏回到了队伍 父亲去对接警区工作 母亲边打电话给亲人报平安 一边去往安置点 继续完成志愿者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